边城大山脚南梅河从2019年3月16号开始进行提升河道工程 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 当地政府在横跃双溪柔鲁河的巴当拉浪路段中间 筑起了一道临时分界堤 但三年过去了提升工程却依然毫无进展 道路分界堤也年久拖期失去反光作用 不但影响视线还潜藏着安全隐忧 马青大山脚区团长陈阳邦今天到现场侦查后表示 巴当拉浪路段旁边部分结构长期遭河水侵蚀 路面出现坍塌 道路使用者一不小心 很可能连人带车发生坠河意外 加上由于路段光线不足 没有反光条 而临时分界堤上的警示灯也早已失修 在夜间时段道路非常昏暗 导致车祸频频发生 对此他促进当地议员正式并改善问题 如果道路在两个星期后还是维持现状 他将向地方政府提交投诉报告 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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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